中共中央政治局30号召开会议 分析目前中国经济形势 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习近平在会议中指出 中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经济运行出现分化 并表示未来要提振消费 推进高水准对外开放 防止行业内卷竞争 习近平强调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 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 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 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26号也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当前经济形势 听取各党外人士意见跟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强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都出席了座谈会 我们要坚定发展信心 保持战略定理 积极主动应对问题和挑战 有专家分析指出 政治局会议对经济的判断 相较于4月时更加悲观 下半年政策基调可能会更积极 提及扩大内需 增加居民收入 预计会有具体举措 中国市场经济学家则认为 会议突出振兴消费 跟落后产能退出 暗示政策重点 正在从产业政策转向内需 预计今年第四季 可能还会降息 环宇新闻中安阁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